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美航母在南海遭遇传媒堵是小事,中国已具备能击沉美航母的能力。 近些年来,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,美国的航母经常在全世界到处转悠,尤其是在一些争议地区,制造波兰,以便渔翁得利。 最近,美航母又来南海了,并且这次还很高调,什么全球海军,什么要在全世界所有海域拥有自由航行的权利等等。 卡尔文森号唯恐天下不乱,互动于飞跃,大概也是在南海给中国制造点麻烦,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,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,我们绝不能让美航母自由航行。 中国默默无闻的准军事组织,海上民兵此时出现了,众多渔船以围观阻挠的方式,作外卡尔文三号的行程,侦查收集情报,给中国导弹打击提供信息定位。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屡次说过,中国的渔船给美国军舰造成了很大的麻烦,除了阻碍美航母航行,我们有击沉航母的能力吗? 其实俄梅早就给出答案,俄梅称东风26型反舰弹道导弹,可以直接打穿了40米后的豁明土留下一个大洞,这种打击能力对付你你自己航母,可以轻松在其船体上,开出一个直径5米以上的大洞,这种威力是任何一种打击方式都比不上的。 东风26弹道导弹是中国新一代中,远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,射程覆盖关岛甚至迭戈加西亚群岛,使中国拥有了可靠的打击第二道链固定目标和大型舰艇等目标能力,是衔接东风21与东风31的主力中远程弹道导弹,至少到这为止,东风26命中的概率还是百分之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